欢迎大家来到智慧解读 你的订阅、点赞、收藏和转发是我创作的最大动力 尽量做到每两天一更 感谢大家的支持和信任 今天为你解读的是《毛母传》 英国作家毛母是20世纪上半叶最受欢迎的小说家之一 他很高产 写了多部长篇小说 一百多个短篇小说 还有几十个剧本 代表作有刀锋、人生的枷锁、月亮和六变式等 不过有文学评论者说 毛母写的都是陈词烂调 没有激发读者去探求严肃深邃的自我 他写这类小说就是为了挣钱 说的没错 毛母就是通过写作来赚钱的 他活着的时候可能是世上最赚钱的作家之一了 毛母对自己的认识很清醒 他说我是一个二流作家 但我是二流作家里写的最好的 他还说 我不是按照自己的愿望写作 我是按照自己的能力写作 涌动的失忆和了不起的想象都在我的能力之外 他还有一句名言是 钱就是人的第六感 没有钱 其他的五种感官都发挥不了作用 毛母对自己的写作生涯有精明的算计 30岁前 毛母凭借写作舞台剧获得名声 到好莱坞试水 当他明白写电影剧本跟舞台剧不一样后 果断放弃 写出30个舞台剧本之后 他把写作重心转向小说 步入晚年后 他依然笔更不错 坚持每天写作三个小时 毛母去世后 人们对他的作品兴趣不减 到2010年 根据他的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 有98部 大众熟悉毛母的作品 但未必了解他的真实人生 在今天这本毛母传之前 毛母的真实人生 从来没有被完整讲述过 这本书的英文名翻译过来是 毛母的秘密生活 多少带着点揭秘的意味 毛母在1874年出生 1965年去世 活了91岁 他很看重自己的隐私 拒绝别人给他写传记 他留下的信件和日记 也会严格保密 他去世后 曾有五本未经授权的 毛母传记出版 到了2000年 执行毛母遗嘱的 皇家文学基金会 更改了条款 获得准许的人 可以阅读毛母的通信 以及毛母女儿丽莎 技术家庭生活文稿 今天这本传记的作者 英国传记作家 塞琳娜·黑斯廷斯 是第一个获得批准的 黑斯廷斯被誉为 第一流的传记家 写过好几本 英国作家的传记 这本传记也被称为 难以超越的文学传记 黑斯廷斯在大量 私家档案的基础上 凭借扎实的研究 为读者讲述了 毛母丰富多面的人生 今天的解读有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我们来看看 毛母要维持的体面生活 是什么样子 主要讲毛母和妻子的关系 第二部分我们来看看 毛母的秘密生活 她生命中有两个 很重要的男性伴侣 第三部分 我们来看看毛母的作品 试着分析一下 她为什么说自己 是个二流作家 好 我们进入第一部分 1874年 毛母出生 当时她的父亲 在法国做律师 家里已经有了三个男孩 毛母是老四 母亲是毛母 整个世界的中心 但没过几年 妈妈去世了 到毛母十岁 爸爸也去世了 毛母回到英国 跟叔叔一起生活 叔叔是一位牧师 生活严谨而单调 毛母回顾自己的童年 说那是一段 非常凄凉的日子 在她的小说 《人生的枷锁》中 我们也可以看到 她的童年经历 毛母在坎特伯雷 国王学院读书 体格偏小 不擅长体育 还有口吃的毛病 这个毛病 不仅给她的生活 造成障碍 也让她痛苦和敏感 到了18岁 她进入圣托马斯医学院学习 她对医学没多大兴趣 但也知道 要拿到行医执照 私底下 她看了大量文学作品 也写了很多 故事梗概和剧本大纲 圣托马斯医院 是伦敦很有名的 一所教学性医院 在这里 毛母有很多 和病人打交道的机会 她会出入伦敦的贫民窟 也要面对医院里的 疾病和死亡 1897年 毛母毕业 成为英国皇家内科协会 和外科协会会员 有了医生资格 但她打算弃医从文 她已经写出了一本 以贫民窟为背景的小说 贫穷与疾病 可能是文学最好的滋养品 毛母说 学医五年 让她对人类的本质 有了全面的认识 她在1902年的 一则笔记中说 人类平庸无奇 我认为 他们不适合 永生这样伟大的事 人类仅有些许热情 些许善良 和些许邪恶 只适合世俗的世界 对于这些 井底之蛙来说 不朽这样的概念 实在是太宏大了 我不止一次目睹人的死亡 有的平静 有的悲惨 但在他们临终时刻 我从没有看到过 什么可以预示 他们的灵魂将会永存 他们的死 和一条狗的死 没什么两样 毛母开始陆续发表小说 并且踏足社交界 渐渐地 她开始写剧本 她后来说 自己之所以开始写剧本 是因为 把对话写在纸上 比编故事要简单一些 这是她惯常的自我贬义 毛母的耳朵很灵 能迅速把握 人们交谈中的韵律 社交生活 有助于她写出 更好的台词 1904年2月 毛母的话剧 《一个体面的男人》 在伦敦连续上演四周 30岁的毛母 开始慢慢掌握 商业剧院所要求的 剧本写作规律 她可求成功 渴望挣到更多的钱 1907年 毛母首次获得剧作家 生涯的巨大成功 弗雷德里克夫人 这出剧在伦敦上演 422场 还卖出了美国版权 毛母一下子成为 抢手的剧作家 剧院经理 纷纷向毛母要剧本 成功给毛母带来的 最大变化是经济方面的 这是她人生中 第一次不用为钱发愁 她在1908年的笔记中写道 我痛恨贫穷 我痛恨省吃俭用 维持生计 极少有人能充分理解金钱 在生活中巨大的深入的 不可阻挡的重要性 对于从小就缺乏安全感的 毛母来说 经济保障是至关重要的替代品 当时一位评论家说 毛母的戏剧中 愤世极俗的程度 刚好足以让多愁善感的俗人 既能乐在其中 又能感觉自己有一颗坚强的心 精巧程度 刚好能满足思想水平 称不上精深的伦敦观众 毛母懂自己的观众 也知道如何满足他们的需求 毛母成功之后 一度和女演员苏琼斯相恋 并且向苏求婚 但苏拒绝了 毛母的感情没有得到同等的回馈 她的小说《寻欢作乐》中的女主角罗西 就是以苏琼斯为原型的 罗西可以说是毛母所有小说中 最招人喜欢的女主角 但毛母后来生活中的女主角 并不招人喜欢 在社交场合 毛母结识了后来的妻子西丽 她没有想到 自己即将卷入人生中 最漫长痛苦的一段关系 西丽比毛母小五岁 曾经有过一段婚姻 但夫妻二人感情不合 就签订了分居协议 西丽获得每年2400英镑的生活费 她往返于巴黎伦敦之间 享受自由生活 喜欢时尚服饰 喜欢艺术和奢侈品 遇到毛母之后 要把她拿下 那时西丽35岁左右 是最好的年纪刚刚过去的名媛 她需要体面的地位 和更多可支配的收入 而毛母年近40 有钱又时髦 是个非常合适的结婚对象 1914年一战打响 毛母参加红十字会救护队 前往欧洲大陆 在那里结识了美国小伙子 哈克斯顿 这是她此后30年的重要伴侣 1916年 在哈克斯顿的陪同下 毛母开始了南太平洋之旅 她去了夏威夷 萨摩亚 斐济 汤加 新西兰 然后去塔西提 毛母小时候就喜欢 抑郁风情的小说 这段旅程为她后来的短篇小说 提供了丰富的背景 一战期间 毛母还为英国情报机构 做过一段时间的间谍 这段生活被她写进了系列小说 英国特工阿申登 战争 旅行 独处 对毛母的作家生活很有益处 相比之下 跟西里结婚 实在是一个婚招 西里流产了一次 然后又怀了一个孩子 逼得毛母答应 从南太平洋回来之后 就娶她为妻 1917年3月 毛母和西里结婚 书中说 两人在婚礼仪式上 说完了誓言 毛母对新娘厌恶到了极点 看都不想再看她一眼 婚后 毛母很快写出了 《月亮与六遍事》 小说的主体 是大画家高庚的故事 和塔西提岛的风情 但仔细看的话 也能看出毛母对婚姻围成 和社会成规的不满 比如 毛母在小说中 以叙述者的口吻说 世上最值得怜悯的人 就是结婚的单身汉 如果西里不爱毛母 这桩婚姻也许还好点 可西里爱毛母 还希望从毛母那里得到回应 她知道丈夫有难办 还见过哈克斯顿 1915年 毛母和哈克斯顿 踏上前往中国的旅途 这次旅行的结果是游记 在中国的屏风上 和小说面纱 面纱也写了 婚姻生活的不幸 毛母在上海 曾经给一位友人写信 信中说 结了婚的人 有时会觉得日子糟透了 只要能摆脱出来 做任何事情都是值得的 可她还是坚持了下来 她认命了 或者妥协了 日子就这样凑合着 最后 看上去似乎也没有那么糟了 毛母一有机会就出门旅行 但回到伦敦 夫妻两个总免不了吵架 表面上看 这对夫妻的日子很红火 搬进了新宅 收拾得非常漂亮 时常举办聚会 菜品精美 香槟充足 槟主尽欢 往来五百丁 可实际上 夫妻两人 从未禽色和名 希丽做起了家装生意 贩卖家具 设计房屋 有时候她会在家里做生意 她把家里布置成一个家具样板间 客人来了之后 希丽会告诉他们 哪些东西可以出售 有一天 毛母发现书房里的宝贝书桌没了 被卖了 纸和书稿都摊在另一张桌子上 被卖掉的书桌陪伴毛母二十多年 是她写作生活的一部分 希丽告诉她 亲爱的 新书桌明天就到了 毛母紧绷着脸 说了句 知道了 多年之后 毛母说 她最终决定离婚 就是因为自己的书桌被卖掉了 毛母起初和希丽商量离婚 希丽都不同意 1928年秋天 希丽同意离婚 两人有一大堆事情要商量 希丽承诺不指控哈克斯顿 也不指控毛母 毛母也不追究希丽的外遇 最有效的谈判手段之一 就是钱 毛母答应 把伦敦的两处房子 一处给希丽 一处给女儿丽莎 给妻子一辆劳斯莱斯汽车 每年几千英镑的生活费 直到希丽再婚为止 离婚前 毛母就在法国南部的 李维埃拉 置办了一套别墅 此后很多时光 她都跟男伴在这里度过 她说 我取希丽就是一个错误 我做了被认为是对的事 却没有为我和她带来幸福 毛母的作品中对女性不乏理解和同情 但她对希丽的恨却从不曾消失 希丽做生意不讲信用 与人通奸 还四处散播丈夫私生活的谣言丑闻 毛母不能原谅希丽 给自己造成的痛苦和羞辱 也心疼希丽花掉她那么多钱 她希望希丽再婚 但希丽没有再婚 直到她去世的那一天 她在经济上都依靠前夫 毛母不喜欢谈论自己的婚姻 这个非常精明 对职业生涯大众趣味都动若观火的作家 对自己的婚姻付出了一点智商税 好 我们进入第二部分 认识一下毛母生命中两个重要的男伴 一战打响时 毛母结识了美国青年哈克斯顿 1916年 两人从美国出发 去南太平洋旅行 哈克斯顿以秘书的名义陪同毛母 哈克斯顿天生喜欢交际 跟他在一起 毛母不用承受社交的压力 可以认真地倾听与观察 旅途中 毛母结识了一个叫阿兰森的犹太人 阿兰森出身于富贵之家 担任家族投行的合伙人 喜欢高尔夫和歌剧 这些爱好很对毛母的胃口 很快 毛母把自己的钱都交给阿兰森打理 毛母人生中的大部分时间 都保持着与时俱进的能力 他在好莱坞颇受欢迎 尝试着写电影剧本 拿到过一万五千美元的稿费 但他承认自己 掌握不了电影编剧的技巧 还是把小说版权卖出去更容易 曾经有位好莱坞作家 读了毛母的短篇小说 汤普森小姐 想要舞台剧改编权 没有版权费 两人商定 演出利润对半分 这出戏改名为《雨》 结果在美国取得非凡成功 总收入突破三百万美元 旅行 见识更广阔的世界 结交好莱坞大亨 结交卓别林 丘吉尔这样的大人物 获得更大的名声 赚更多的钱 毛母在男人的世界里 更加如鱼得水 1926年时 毛母就已经决意离婚 开始跟妻子严肃讨论离婚 她在法国南部 李维埃拉看中一所房子 这栋别墅有些破损 但处在密林之中 俯瞰大海 背后是阿尔卑斯山的雪顶 毛母花七千英镑买下 这栋别墅此后 就是毛母的老巢 她给家里配了13个服务人员 到访的客人都说 那里奢华优雅 招待周全 1928年 毛母在聚会上 认识了23岁的艾伦赛尔 这个青年 对毛母之后的人生至关重要 艾伦长了一张娃娃脸 出身于伦敦东区的 工人阶级家庭 在聚会上 艾伦说他想去旅行 毛母立刻提议带他去欧洲大陆 于是 毛母又多了一个秘书 他住在法国南部时 有哈克斯顿陪伴 回到英国时 有艾伦陪伴 一战与二战之间的平静岁月 是毛母的黄金时代 他来往于欧美之间 监督自己的剧作上演 他前往远东旅行 他讲述的故事 带着一抹大英帝国的最后光辉 1940年 德军开进巴黎时 毛母还滞留在法国南部 他决定离开这里 哈克斯顿因为是美国人 有美国护照 就留下来照管房子 6月23日 毛母在法国嘎纳 登上一艘运煤船 跟80个人挤在货舱里 7月8日才抵达英国利物浦 返回英国之后 毛母再次接受情报部门的委派 到美国去进行战时宣传 他在这一年的10月抵达纽约 两个月后 哈克斯顿也来了 二战期间 毛母大多数时间都住在美国 年近70时 他在美国写出自己最成功的作品 《刀锋》 这本书在1944年出版 上市一个月就卖了50多万册 在美国时 毛母身边有哈克斯顿相伴 心中还记挂着伦敦的艾伦赛尔 但这两个人都不是省油的灯 毛母造就了哈克斯顿的生活 在某种意义上也毁掉了她的生活 他年纪轻轻就跟着毛母当秘书 有游艇 有自己的房产 但他终日酗酒 干不了什么正经工作 70岁的毛母 脑子里还有几本著作在盘旋 想要赶紧写出来 他觉得自己时日无多 不想在余下的日子里 还要时不时照料酗酒的哈克斯顿 两人相伴30年之后 终于协商分手 毛母让阿兰森给哈克斯顿做了一笔投资 每年都会有不错的回报 但哈克斯顿离开毛母之后 很快去世 毛母悲伤欲绝 战争胜利在望 毛母要回到里维埃拉的别墅了 但他害怕哈克斯顿的幽灵 在别墅中徘徊 他说 我也许会把别墅卖掉 在英国乡间买一所小房子 余生都住在那里 余生不会很久了 因为我现在已经是一个老家伙了 其实毛母还有20年的寿命 战后 他把艾伦塞尔 接到里维埃拉的别墅中 当总管和秘书 原来的翩翩少年艾伦 已是大富翩翩的中年人 他很好地负担了保姆的工作 一直照顾毛母 可惜 1960年 艾伦动脑筋破坏 毛母和丽莎之间的妇女关系 也毁掉了自己的好形象 这一年 毛母家附近发生了一系列的艺术品盗窃案 政府官员专门来拜访毛母 提醒他 别墅里的收藏品肯定会有小偷盯上 毛母决定变卖自己的收藏 他在别墅里有30幅艺术品 其中有9幅在女儿丽莎名下 包括一张毕加索和一张雷诺阿 妇女二人约定 把别墅和板税都留给女儿继承 那9幅画的拍卖所得也会交给丽莎 然而做出拍卖决定之后 丽莎就很难再见到父亲 艾伦阻止父女两人见面 1962年 苏富比拍卖行拍卖这批画作 总成交额将近60万英镑 丽莎却拿不到这笔钱 丽莎正在蛊惑老麦的毛母 说丽莎可能不是她的亲生女儿 她应该断绝父女关系 收养艾伦做儿子 丽莎和父亲闹上了法庭 法官判断没有证据表明 丽莎不是毛母的亲生女儿 毛母把卖画所得交给了丽莎 也按照原先的约定 把李维埃拉别墅的继承权交给女儿 但其余的财产会另外处理 对于老年毛母来说 活得太长是一种痛苦 老朋友都已经死去 回忆却萦绕心头 心底的欲望不减 身体却不再听话 写作的本能还在 写出来的东西却有点浮夸 想出门旅行散散心 却大小便失禁 弄得生不如死 艾伦也承认 照顾九十岁上下的毛母 是一桩苦差 她一边要成欢 一边要承受她暴虐的脾气 到了快要崩溃的地步 毛母去世后 全部现金投资板税 全部手稿的出售所得 都归艾伦所有 艾伦变成了一个大富翁 在1985年去世 享年八十岁 艾伦去世后 剩下的钱 捐给了伦敦皇家文学基金会 用于阶级贫困作家 毛母文学奖 是毛母在世时创立的 每年会提供一笔奖金 让年轻作家出国旅行 许多英国晚辈作家 拿过毛母文学奖 出门旅行 去领略更宽广的世界 好 我们进入第三部分 来说说毛母的文学成就 毛母自签说自己是二流作家 但她的短篇小说是一流杰作 她的叙述中 饱含人事历练和人性洞悉 我们先来看毛母的一个小说 叫真杰 开头就说 我喜欢雪茄烟 年轻的时候穷 抽过的雪茄都是别人给的 当时就下决心 以后有钱了 我每天都抽两支 午饭后来一支 晚饭后来一支 我能有这样的享受 多亏了种烟草的人辛苦工作 毛母接着说 吃牡蛎喝白葡萄酒是享受 吃小羊排也是享受 这些享受中带着哀愁 她接着说 人类自身的命运也颇可玩味 你看 日常生活中那些普通人 有一个算一个 都经历了艰险和患难 把自己从烂泥塘里 带到今日相对安宁的处境 这一段开头 其实跟毛母后面要讲的故事 并没有什么关联 她只是在营造一种 说八卦的气氛 毛母的很多小说 其实不用第一人称叙述也可以 但为什么她要把这个我 加进去呢 很多时候 就是为了八卦的气氛 我们传八卦的时候 也喜欢这么开头 嘿 我跟你说个事 你可别告诉别人啊 我有一个同事 他如何如何 我听说一个故事 再转述给你 这就是八卦的气氛 故事最常见的形式 就是八卦 为什么人们需要八卦呢 一位牛津大学的心理学家 是这么说的 一个规模不大的群体 总是危机四伏 暗流涌动的 你在这个群体中 就要密切观察群体内 所有人的动向 识别自己的优势和缺陷 这是防止自己 受到打击的明智做法 八卦能够让人们 在自己的群体内部 形成特定的知识网络 了解每个人 对群体里 另一个人的看法 我们能够建立一个 社会地形图 了解内部秩序 消除危险因素 说的通俗点 我们如果在一个公司 知道谁跟谁关系好 谁跟谁不对付 谁有什么秘密 谁有什么难言之隐 这是一桩生存本能 毛母的短篇小说 具有八卦特色 她的长篇小说 也有讽视意味 比如在《循环作乐》中 她写到某一位作家 说 我还真想不出 有谁 凭着如此微薄的才能 竟然取得 如此重要的地位 这位作家的原型 是伦敦某位在世作家 用尖酸刻薄的语气 描摹另一位同行 给当事人造成了 一定的伤害 这是毛母的一贯作风 她总是在饭桌上 旅途中 寻找新人物和新情节 碰到什么好玩的人和事 就会写到自己的小说中 评论家会说 毛母没有什么原创性 也没有什么深刻性 缺乏像契科夫那样的 洞见和天才 也没有化腐朽为神奇的激情 的确如此 这是她没能做到的事情 但在毛母能做到的地方 她做得非常之好 甚至接近 尽善尽美的地步 那就是 讲一个故事 在这个故事中 充当一个迷人的叙述者 她自己既是故事中的一部分 又游离在故事之外 她有清晰的眼力 又有冷嘲热讽的幽默感 喝着酒 抽着雪茄 不紧不慢地坐下来 给读者讲述那些酒吧 和俱乐部里面 见到的平凡人身上 发生的迷人故事 毛母的短篇小说 简洁明确 看似简单 其实炉火纯青 她说自己最喜欢的是 一万两千个单词左右的 短篇小说 这样她和书中人物纠缠两三周之后 就可以安然离开 有一位评论家说 毛母对人性 有非比寻常的认识 就像一位经验丰富的告诫神父 我们可以看一看 毛母在书中对人性的洞察 她说 一般来说 爱情在男人身上 只不过是一个插曲 是日常生活中 许多事物中的一件事 但是小说却把爱情夸大了 给予她一个违反生活真实性的重要的地位 她说 等你年事稍长 就会发现 要使世界成为一个尚可容忍的生活场所 首先得承认 人类的自私是不可避免的 她还说 世界上最大的折磨 也莫过于在爱的同时 又带着藐视了 对毛母来说 她很看重老朋友 戴斯蒙德·麦卡锡的评论 麦卡锡出过一本小册子 记述她与毛母在法国相识的经历 她把毛母和法国作家莫伯桑相提并论 说 毛母能感知到大众对什么感兴趣 因为她与莫伯桑一样 是一位入世的作家 在巅峰状态下 能写出古往今来最优秀的故事 麦卡锡是英国文人团体 布鲁姆斯伯里的意愿 这个精英知识分子圈子 对毛母的态度基本是无视 布鲁姆斯伯里圈子排斥毛母 一方面是因为写作上的追求不一样 另一方面是因为毛母的财富 奢华生活方式和波西米亚生活方式 和布鲁姆斯伯里的文人雅士相比 骨子里就水火不容 其实 毛母自己也很鄙夷大众的很多看法 她写了三十部话剧 在剧场获得了多年成功 但她私下说 我简直说不出自己多么讨厌剧院 剧院固然光辉灿烂 却是一个令人沮丧和发疯的世界 全是孩子气的人物 我搞不懂成年人和老年人 为什么沉溺于戏剧 她还说过 我从来不把演员当活生生的人看 这些观点放到今天的语境中 可以看作是一个作家 对演艺圈和明星的不屑 毛母说 我不是想写什么就写什么 而是能写什么就写什么 我缺乏想象力 不会押韵 不会比喻 但我有敏锐的观察力 似乎能看到许多人忽略的东西 尽管她对自己有清醒的认识 但始终得不到严肃批评家的重视 还是让毛母愤愤不平 毛母一生写了122个短篇小说 其中121个首发在报纸和杂志上 那些不去图书馆和书店的人 可以在街边暴停和火车站书摊上 接触到她的作品 评论家会说 毛母深受文学圈外 学术圈外的读者喜欢 是中流文化的圣兄 毛母不止一次说自己是一个二流作家 但在二流作家中排名靠前 这是一种自我贬义的说法 但如果把托尔斯泰卡夫卡当成一流作家 毛母的这个自我定位也不算错 时至今日 大概只有研究文学的人 才会钻研意识流小说 分析作家的叙述视角 但只要受到过一点教育的人 拿起毛母的短篇小说 都会是非常好的消遣 也是非常高级的消遣 毛母传的精华内容已经解读完了 我们总结一下本期的知识要点 第一 英国作家毛母活了91岁 非常高产 但她说 我脑子里的故事 比我写出来的故事还要多 她凭借自己的写作赚了很多钱 她说自己缺乏想象力 但她对大众趣味有深刻的认识 毛母说自己是二流作家 但她的短篇小说是一流的杰作 饱含人事历练和人性动气 第二 毛母一直小心维护自己的隐私 但她去世后不久 她的侄子罗宾为了赚钱 写了一连串回忆录 讲述毛母的私生活 毛母说过 要使世界成为一个尚可容忍的生活场所 首先得承认人类的自私是不可避免的 第三 毛母跟妻子希里有过一段婚姻生活 其中的背叛与欺骗被毛母写到小说中 毛母的小说向来都有自传色彩 把她的传记和小说对照来读 的确能增加很多八卦气息 她生命中前后拥有两位男性伴侣 但是在小说中好像很难看到痕迹 一位叫哈克斯顿 以秘书之名陪伴毛母三十年 一位叫艾伦塞尔 在毛母生命中最后二十年担负着保母的责任 第四 毛母一生颇具传奇色彩 她的私人生活丰富多彩 她在远东和南太平洋游历 她担任间谍工作 影响了后世的英国间谍小说 她去过苏联执行秘密任务 也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 她的小说中经常会写到牌桌上 或者酒吧里遇到了一个有意思的人 我们读她的传记 读她的小说 听她那讽事的口吻 和偶尔流露出的刻薄 也会觉得毛母实在是个有意思的人 好 以上就是这本书的全部内容 恭喜你 又听完了一本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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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 压棒铺